小时候我虽然就读音效,但得到老师的教导,听到电台播的歌曲, 看了一些中文书记和电视节目,还有星洲日报的熏陶,逐渐地爱上华文。 今天的小朋友们从幼儿园开始,就得到了优良的母语学前教育。 我有幸在教育服务雇员联合工会和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上, 目睹了学前华文老师的投入和付出,让更多的孩子们更早爱上华文。 的确,让每个幼儿从小打下双语扎实的基础非常重要, 除了有助于能流利地应用母语进行商业和社交交流之外, 也能加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。 我接触过许多父母亲,他们也非常支持, 让孩子们在学前,在家里就开始用母语沟通。 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做得更好?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能否估计, 我国接下来需要多少学前母语教师, 以足够未来的要求? 政府在吸引本土学前母语教师方面有什么想法? 我建议在提高幼儿对母语的兴趣和改善母语学习方面, 要费一方心思。 部长是否会考虑给予学前母语教师更多更新的教学工具, 或邀请学前教育家来分享心得, 协助我们的老师在课程构思和学籍教材方面有更多资源? 部长是否也能够考虑通过更多学前母语讲学或助学金, 来栽培下一群对教学和母语有热忱的国人? 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学前母语的老师的支持, 培养更多的幼儿爱上华文。 谢谢。 。